我祝你这本经典是从万能的炙烈的真主降世的 我降世你这本包含真理的经典 你当崇拜真主并且成独的颂服他 真的因受成独的颂服者只有真主 舍真主而以偶像为保护者的人 他们说我们崇拜他们只为他们能够使我们亲近真主 真主将判决他们所争论的是非 真主必定不引导说谎者孤恩者 假若真主欲收养儿女 他必从他所造的众生中拣选他所抑郁者 赞颂真主超绝万物 他是独一至尊的真主 他本着真理创造天地 他财业补咒 财咒补业 他制服日夜 各自运行到一个定期 真的 他却是万能的 却是智锐的 他从一个人创造你们 然后以他的同类为他的配偶 他为你们而降刺八个之声讯 他将你们造化在你们的母服中 在三重黑暗中一再造化你们 那是真主 你们的主 国权只是他的 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 你们怎么背你呢 如果你们忘恩 那么真主却是无求于你们的 他不喜悦他的众仆忘恩负义 如果你们感谢 那么他喜悦你们的感谢 一个负罪的人不负别人的罪 然后你们只归于你们的主 他要将你们的行为告诉你们 他却是全知心事者 遭遇灾患的时候 祈祷他的主 而皈依他 然后他赏赐一种恩惠的时候 他就忘记那以前 曾祈求真主解除患难 而且为他树立若干疲敌 以致别人迷失真主的大道 你说你暂时享受你的不幸吧 你必定是居住火狱的 情况更好呢 是你呢 还是在专心 在夜间施主 叩头立战 警防后事 希望主恩的人呢 你说 有知识的与无知识的相等吗 唯有理智的人能觉悟 你说 我的信道的众仆啊 你们当敬畏你们的主 在军事寻善者 得享美报 真主的地面 却是宽广的 唯有坚人的人 得享受完全的 无量的报酬 你说 我却奉命崇拜真主 而且忠心顺服他 我奉命为 首先圣存的人 你说 倘若我伪抗我的主 我的确恐惧 重大日的刑罚 你说 我只崇拜真主 而且诚心顺服他 你们要舍他而崇拜什么 就崇拜什么吧 你说 亏损的人 却是复活日丧生自身和眷属的 真的 那却是明显的亏损 他们的上面有层层的火 他们的下面也有层层的火 那是真主用于恐吓他的众仆的 我的众仆啊 你们当 既为我 那远离崇拜恶魔 而归一真主者 得闻佳音 你向我的仆人们报喜吧 他们听清言语 而从其至美的 这些人已受真主的阴道 这些人确实有理智的 应当受刑法的判决者 必入火狱 难道你还想拯救他吗 但既为真主者 将来享受楼房 楼上建楼 下令祝贺 那是真主的允许 真主将绝不爽约 你不知道吗 真主从雍中降下雨水 然后使他渗入地里 成为源泉 然后借他生出各种庄稼 然后河苗凋零 你是看他们变黄的 然后他使他变成一片碎片 在那里面对于有理智者 的确有一种教诲 真主为伊斯兰尔开拓其勋锦 固能接受主的光明者 难道跟胸进狭隘的人一样吗 悲哉 为记忆真主而信应者 这的人是在明显的迷雾中的 真主存降是最美的言词 就是前后一律 反复叮吟的经典 畏惧主的人为他而站立 然后为记忆真主而安静 那是真主的正道 他用来引导他所溢于引导者 真主使谁迷雾 谁就没有向导 复活日以面部防御严刑的人 像不受刑罚者吗 或者将对不义者说 你们尝试你们所获得的果报啊 在他们之前 曾否认纵使者 故刑罚从他们意想不到的地方 来临他们 真主使他们在今世尝试凌辱 在后世的刑罚必定是更重大的 假若他们知道 我在这古兰经中 却以为人们受了各种比喻 以便他们觉悟 这是一本阿拉伯文的 无写取的古兰经 以便他们继位 先主设一个比喻 一个奴隶为许多分装的伙计所共有 又有一个奴隶官 专归一个主人 这两个奴隶的情况相等吗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 不然他们大半不知道 你确实要死的 他们也是要死的 然后在复活日 你们必定要在你们的主那里互相争论 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 并且否定 已降临的食言者 有谁比他们还不易呢 难道火域里没有不信道者的住处吗 传言实言的 和承认实言的 这些人却是敬畏的 在他们的主那里 他们得享受他们所欲享受的幸福 这是对行善者的报酬 以便真主为他们而构销他们所做的罪恶 并以他们所行的善功而报酬他们 难道真主不是他的仆人满足吗 他们以真主之外的神灵恐吓你 真主使谁迷雾 谁就没有向导 真主 真主引导谁 谁也不能使他迷雾的 难道真主不是万能的惩恶的主吗 如果你问他们谁创造了天地 他们必定说真主 你说你们告诉我吧 你们舍真主而祈祷的那些偶像 如果真主欲加害于我 他们能解除他的伤害吗 如果真主欲施恩于我 他们能扣留他的恩惠吗 你说真主是使我满足的 信任者只信任真主 你说我的宗族啊 你们在你们的情况之下工作吧 我却是工作的 不久你们就要知道 凌辱的刑法将降于谁 永恒的刑法将加于谁 我却为世人而将是你 包含真理的经典 谁遵循正道 谁自受其一 谁误入歧途 谁自受其害 你绝不是他们的监护者 人们到了死亡的时候 真主将他们的灵魂取去 尚未到死期的人 当他们睡眠的时候 真主也当他们的灵魂取去 他却以判决去死亡者 他扣留他们的灵魂 他为判决去死亡者 便将他们的灵魂放回 至一定期 对于能思维的民众 此中却有许多迹象 不然 他们却舍真主 而要若干说情者 你说 即使他们没有任何主权 也不了解任何事理 他们也能说情吗 你说 总取说情与否 权归真主决定 天地的国权 只是他的 然后你们只被招归于他 有人只提起真主的时候 不信后世者 便满心厌恶 有人提起真主以外的 纵神灵的时候 他们便兴高采烈 你说真主啊 天地的创造者啊 全知幽民者 你将为你的众仆 而判决他们所争论的是非 假若地面上的一切都 归不义者所有 再加上同样的一份 他们必作法经 以奢取复活日的言行 他们没有料到的刑法 将从真主那里 对他们显现出来 他们生前所犯的罪恶也将对他们显现出来 他们生前所嘲笑的刑法将来临他们 人遭患难时就击倒我 一旦我把恩惠赏赐他 他便说 我获得这恩惠 只因我有特殊的知识罢了 不然 这是一种试验 但他们大半不知道 在他们之前的人却已说过这样的话了 但他们所获得的财产对于他们没有披衣 不他们已遭受自己所干的罪恶的果报 那些人中不义的人们将遭受自己所干的罪恶的果报 他们绝不能逃避天前 难道他们还不知道吗 真主欲使谁的吉养宽裕 就是他宽裕 欲使谁的吉养窘迫 就是他窘迫 对信道的民众 此中却有许多迹象 你说 我的过分自害的众仆啊 你们对真主的恩惠不要绝望 真主必定奢用一切罪过 他却是制舍的 却是质词的 在刑法来临你们 而你们不获冤入以前 你们当皈依你们的主 在刑法不知不觉地降临你们以前 你们应当踪从 你们的主将是你们的最美的训词 里面任何人说 呜呼哀哉 我已怠慢了对真主因尽的义务 我却是窥舍着 或说 假如真主引导我 我必定是敬畏者 或在看见刑法的时候说 但愿我得反回城市 那么我要变成行善者 不然我的许多迹象 却已来临你了 但都被你否认了 你妄自宗大 你变成不信道者 处活日 你将看到 污蔑真主的人 面色变黑 难道活跃了 没有自大者的住处吗 真主拯救 敬畏者脱离苦难 必是他们获得成功 他们不遭破坏 也不忧愁 真主是创造万物的 也是监护万物的 天地的钥匙 只是他的 不信真主的迹象者 才是窥舍的 你说 无知的人啊 难道你们教我 崇拜真主以外的神灵吗 你和你以前的人 都奋道歧视说 如果你以物配主 则你的善功 必定无效 而你必定成为窥舍者 不然你应当只崇拜真主 你应当做感谢者 他们没有切实地认识真主 复活日 大地将拳在他的掌握中 主天将拳在他的右手中 赞颂真主超绝万物 他超乎他们所用来配他的 号角一想 凡在天地间的都要晕倒 除非真主所抑郁的 然后号角再一想 他们就突然的站起来 冬年西顾的 大地将因他的主的光明而亮 龚国伯将传列出来 众先知和建政将被招来 他们将被秉公裁判 而不受亏望 人人都得享受自己行为的完全的报酬 真主是知道他们的行为的 不信道者将一对一对的被赶入火域 在他们来到火域前面的时候 域门打开了 管域的天神要对他们说 难道你们祖中的使者 没有来对你们宣读 你们的主的迹象 并警告你们将有今日的相会吗 他们说不然 不信道的人们应当受刑法的判决 或者对他们说 你们尽火于门去 而永至其中吧 自大者的住处真恶劣 尽畏主者将一对一对的被 邀入乐园 带他们来到乐园前面的时候 园门打开了 管园的天神要对他们说 祝你们平安 你们已经纯极了 所以请你们进去永居吧 他们说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 他对我们实践了他的约言 他是我们聚成乐图 我们在乐园里随意居住 工作者的报酬 真优美 你将见众天神环绕在宝座的四周 赞扬他们的住 他们将被秉公裁决 或者说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 全世界的主 在宝康里面的地图 优独的地图 然后让我们下一个人 一切赞颂全归 我们下一个人 如果红山 ätte致 我们下一个人 的地图